從這邊上的小籠包 幼人的小籠包 鮮肉和湯汁飽滿 這就是台灣知名小籠包 小年夜新店面是營運 排到店外都是人潮 有啊 蠻多人的 等了多久 等了大概十分鐘左右而已 原本是要吃就是舊人的家 然後看到這新開了就怪 雖然新一區頻頻撤店 但頂太風逆勢撒錢 租下全新四層樓 四百多坪的店面 成了全台最大旗艦店 228個座位 老饕再不怕美味 比原本的本店那裡 空間環境更空曠 然後用餐起來感覺比較舒適 今天排大概40分鐘 之前可能要一個小時以上 選擇小年夜市營運 無非是看準過年才 雖然除夕及初一休息 不過從初二開始又能嘗鮮 是這邊幫你上一下 紅花海鮮船 謝謝 重新看準新一區下重本開店的 還有新麻辣Plus 只有除夕休息 初一就開工 而且還營業到凌晨2點 而去年才剛進駐 ATT火放的大新茶餐廳 除夕也不休息 就是為了搶年節生意 春節期間 連鎖品牌美食照樣敞開大門 就是要讓民眾在年節期間 睡得再晚都有得吃 記者樓宇宏王浩慈採訪不到